欢迎来到月亮说 近期多部重磅新剧又发出了全新预告 很快将进入排播阶段 有几部真让大家期待极了呢 像是王鹤蒂的大凤打羹人 任嘉伦的流水迢迢 统统发布了开播前的最新预告 还有热巴的萧起轻嚷 谈剑刺的滤镜 也纷纷首发了全新预告 更有张若云最新的高分预定剧 快跟随小编一口气看完这17个新的预告吧 并为您提炼出每部剧最精彩的看点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一部 王鹤蒂 田锡威主演的大凤打羹人 发布开挂日记预告片 将于腾讯视频全网读播 如果要问起2020年最火的小说 那绝对是大凤打羹人莫属了 而本剧最大的看点 就是南平里那些光彩照人的经典桥段了 这次的预告中 王鹤蒂一开始就跟东方青苍那样 超级霸气的亮相 然而下一秒立马就变得喜感十足 特别讨喜 小编感觉王鹤蒂完美适配许七安呀 他将转变成破案的打羹人 一起看他如何凭借现代所学所能 如何运用科学知识和推理特长 成功破获一桩桩离奇的案件 顺带说一句 导演可是坠续与凤行 以及金庸武侠世界的邓科哦 还是蛮有保障的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二部 迪丽热巴 陈兴旭主演的萧启清嚷 首发预告片花 热巴的新剧预告终于亮相了 竖小编直言 这一部绝对是热巴最帅最酷最霸气的时刻 咱们的热巴可不是什么小甜妹哦 他那坚定明亮的眼神 似是让角色更加具有活性 就好像是黑暗中盛开的一朵玫瑰呢 而他这次饰演的聂九罗 本就有着复杂的绅士 是为秦始皇寻找长生地消的缠头君后人 这样的绅士 注定他和他的家人 将被命运卷入纷纷扰扰的往事 以及被往事触发的 波及到如今的争斗之中 不过这样的角色 也仿佛是为热巴梁申定做一般 尤其在颜值上 他真的很适合这种名艳大气 冷酷飒爽的大美女角色 反观陈兴旭 虽然两人是高颜值的双A组合 但他和热巴站在一起 还是稍微逊色了些呢 而对于该剧的导演 与之前很火热的那部《河神》是同一个哦 这部萧起轻嚷 也是同一类型的剧 拍摄经验方面无需多说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三部 谭剑刺 李兰迪主演的滤镜 首发预告片话 很多网友常说 录剧里那些很美丽的画面 只会用滤镜来吸引观众 然而 这次真正的滤镜要来了 而且还是谭剑刺的科幻题材剧 预告中的谭剑刺和李兰迪 看上去还是蛮有意思的 不过这次 对他们的演技真的非常有挑战 因为一个疑云重重的手镯 赋予了改变容貌的超能力 两人要一起面对滤镜手镯 带来的严峻挑战 其实 这也是对现代社会沟通方式的一次深刻剖析 在如今这个数字时代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生活在某种滤镜之下 而该剧通过这种视觉与内心的双重映射 试图触及这一敏感而普遍的话题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四部 张若云 马思纯 唐燕主演的人之初 首发全新概念预告 别好奇这是什么剧 这其实就是张若云的那部血缘相对论了 如今改了个名 还首次发布了预告 张若云这次将上演当代涉案悬疑剧 说不定还会再拿到高分哦 这次张若云将饰演了家境普通 却怀揣着寻找亲生父母身份之谜的高峰 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警方认证 他意外发现熊猫像中的尸体 与自己多年追寻的绅士秘密有关 更奇特的是 当熊猫像被撞碎时 高峰的养父高大华竟然在现场 故事由此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不仅有质量保证的张若云 还有拿过多个电影奖的马思纯担任女主 更有指导过高分剧《人民的名义》 以及人世间的导演李璐哦 三管旗下必获高分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五部 于书欣 丁雨昕主演的永夜星河 发布心动攻略版预告片花 从现在开始 您是郡守千金林雨 那个恶毒女配 谁 是我 怎么样才能让一个人 快速地喜欢上 预告一发布 丁雨昕和于书欣两人 就直接互动上了呢 一个说 感觉这把妥了 另一个说 感觉这把悬了 大家看了预告后 觉得是悬了还是妥了呢 也不愧是由黑莲花攻略手册改编而来的 自带浓郁又清晰的次元碧结界 于书欣这次将出演一个机智可爱的少女林妙妙 她意外穿越到捉妖的世界 命运转变成为了炮灰女配 系统要求她收服赴黑病骄 又心狠手辣的丁雨昕 而丁雨昕饰演的沐生 是魅力非凡的青衣猴之子 是个半人半妖的身份 外表温和有礼 内心却隐藏着自卑和敏感 这次的丁雨昕的装造 也是斯曼男本男呀 她在女主绞尽脑汁攻略的过程中 从嫌弃到假装嫌弃 再到真的喜欢上了 也是一条卸下外在次元壁 放下内在心房的道路 这也是本剧《永夜星河》的最大看点了 就看丁雨昕 能否把不同阶段的角色变化演好了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六部 王宝强 陈明浩主演的骑士 首发预告片话 王宝强时隔多年 竟然又回归剧圈了 他这次的骑士 从剧情上来看 可谓是悬疑感满满 该剧以世纪初的南方城市为背景 讲述了兄弟二人黑白书图 一个因意外走向了犯罪 一个身为警察穷追不舍的故事 是不是听起来 有点绝命毒师的味道呢 其实总的来说 这就是一个围棋老师成为犯罪策划师的故事 而且这部骑士也只是一部小小网剧哦 而王宝强的演技自然不用多说 他虽然没上过什么正儿八经的表演课 但他真的演什么像什么 非常具有表演天赋 要比一些所谓电影学院毕业的强很多呢 总之 这部骑士还是可以小期待一下的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七部 任嘉伦 李兰迪主演的流水迢迢 首发暗夜涅槃版预告 你知道吗 任嘉伦的这部新剧预告 在官宣后的短短三小时内 播放量就突破到1700多万 这样的成绩也是蛮惊人的 看完预告后的小编也是愈发期待了 虽然任嘉伦和李兰迪的CP感 看上去挺有默契的 但这绝对不是平平无奇的古偶 更有看点的是 风云莫测的朝堂权谋 以及战争复仇等元素 任嘉伦将饰演梁国皇帝 最倚重的一名权臣 然而在百姓眼中 他就是一个残忍凶恶的疯狗 但他忍辱负重 背负着声声骂名 只为查明家族覆灭的真相 此外 流水迢迢的感情线 也同样清新脱俗 两个有情之人 相处过程中还会反不成仇 一起感受任嘉伦与李兰迪的深情虐恋吧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八部 《迪丽热巴》 金世佳主演的《利剑玫瑰》 首发预告片话 又一部《热巴》的新剧预告发布 不过该剧中的《热巴》和《萧启青壤》里 完全不一样哦 同样也很震撼 他将化身一名美丽女警 这种题材也是他第一次尝试和挑战 按题材来说还是蛮新颖的 多个打拐故事穿插其中 《热巴》饰演的女警邓严 为了破获多起拐卖案 以及少女抢破卖淫案 《热巴》通过缜密的推理 精准的判断力 以及奋不顾身的行动 不仅让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同事 变为钦佩和坚定支持 还一步步揭开了 隐藏在一个个拐卖案件背后的惊天黑幕 与此同时 男友被害的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小编也真心希望天下无拐 清理万恶的人贩子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九部 周毅然 张于希主演的斗罗大陆2 发布魂师大赛预告片花 距离肖战的斗罗大陆 已经过去三年了 然而续集竟然全员大换血 什么肖战换成周毅然 吴轩怡换成了张于希 网友难免会拿来做比较 其实小编觉得周毅然演技还是不错的 不过外形上好像缺少了点唐三的气场 而对于小五大家都说选得好 说张于希是许多人心中的天选小五 脸很小很精致 从预告来看 一开始便是两大学院的激情对战 整齐怀疑的步伐和满屏的少年感 一整个未战先然呀 当然大家最在意的还是特效了 又酷又撒的打戏 再加上质量超好的特效 就看实际正片中怎么样了 而小编最担心的就是编剧了 如果按照原著来拍 显然放到如今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说不定就跟狐妖小红娘一样 被人说剧情幼稚 小孩子才会看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十部 孟子义 李人瑞主演的九重子 发布全新预告片话 孟子义的新剧大家会期待吗 就算不期待的话 这部剧的内容也还是挺丰富的 看点非常充足 全剧融合了宅斗 经商 励志 权谋 以及爱情和战争等诸多元素 而且还是男女主双强人物设定 谁也不必成为谁的附庸 大家直呼孟子义的美貌 简直又杀疯了 这次他饰演的女主豆昭 在经历了家庭变故后 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不仅保住了家产 而且还学会了更多技能 然而 在与官宦之子的男主宋莫 以成亲而结盟 最终携手应对诸多危机后 收获了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故事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十一部 景田 张新成主演的 《带我醒来时》 首发先导预告片花 又一部重磅悬疑剧 想不到景田的短发 竟然这么好看呢 干净利落 英姿飒爽 这个全新的造型 也确实给人眼前一亮 景田这次将饰演刑警游明许 他和张新成饰演的 失忆犯罪心理学教授 两人组成一对探案搭档 在办案过程中彼此相爱的故事 而这次张新成要挑战的是 双重人格 双重身份的角色 心理学教授这样的人设 其实也算挺新颖的 就看张新成这次的演技 是否有惊喜了 而看了预告后的网友们 纷纷被填心 这对组合有点磕到了呢 偶像家探案的模板 虽然不能爆火 但同样也是有看头的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 第十二部 龚俊 任敏主演的 我们与法庭的剧里 首发预告 我是沈杰志 是家世亭的一名法官 你是律师 这法官跟律师 本来就一个必先 小编也真是为龚俊感到捉急啊 他这个团队的挑剧能力 简直差到了极点 导致他山河令之后再无报款 再无高口碑 而这次竟演起了这种法制剧 小编也真是感到无语啊 不过该剧的内容倒是挺接地气的 与普罗大众息息相关 主要讲述了龚俊饰演的青年法官沈谢志 联手任敏饰演的律师秦瑞等一众法律同侪 深入基层 为群众办实事 解决各种难题 听上去还是有点像诚意之前的底线呢 但龚俊真不适合演这一类型的 还有更好奇的是 龚俊至今为止 还没有跟哪一位女演员 能够擦出强烈的火花来 这次的人敏更是无需多说 小编在此并不是为了黑龚俊 只是为他这个团队感到了可惜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十三部 张婉义 人敏主演的锦绣安宁 首发预告片花 这部剧的原著热度非常高 它不仅是一部古装言情剧 融合了历史 权谋等多重元素 还有着重生 青梅竹马 以及先婚后爱的设定 然而 本来有着古装丑女称号的人敏 再一次担任古装女主 但此次 她与嫡女千金的形象 贴合度非常高 与张婉义的同框 也展现出了十足的CP感 人敏或许这次 能够扭转古装剧的风评哦 锦绣安宁主要讲述了 备受轻视 却暗藏锋芒的卑微数子罗慎元 和一个寻求自由独立的 嫡女千金罗依宁之间 从相互利用到萌生真情 在携手经历种种波折和挑战后 最终过上了无仇安宁生活的故事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十四部 陈都玲 新云来主演的贵女 又来一部复仇爽剧 该剧包含了全谋 内宅争斗 浪漫爱情等多种元素 是高门贵女 邂逅大理寺少卿的设定 从预告中可以看出 陈都玲饰演的角色 经历了许多波折和挑战 最让小编眼前一亮的 就是陈都玲的穿搭了 简直满足了 大家对古代大家闺秀的全部想象 绝对将贵女的气质 发挥到了极致呢 贵女的剧情主要讲述了 陈都玲饰演了 从小被弃养的庄寒艳 辗转重回了庄家 便引起大理寺少卿傅云熙的注意 俩人在互相试探周旋的过程中 爱上彼此 在联手揭穿了 庄家家长庄世杨的伪善面目后 终成恩爱眷侣的故事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十五部 高伟光 欧阳娜娜主演的冰雪瑶 首发预告片花 高伟光将和欧阳娜娜上演虐恋情深的戏码 看着这预告 代入感也太强了吧 高伟光饰演的男主沈志恒 据说得了一种怪病 伤口愈合得很快 而且力大无穷 不死不灭 其实就是变成了吸血鬼 只是因为广电的审核 只能改成了血液病 其实高伟光很有贵族犯 沈志恒这个角色和他适配度 简直绝绝子呀 而欧阳娜娜娜饰演的盲民米兰 则是那种安安静静的 他无意间撞破了沈志恒是吸血鬼的秘密 还愿意给对方吸血 总之讲述的就是 患有血液病的暴夜大亨沈志恒 和盲民米兰 曲折跌宕的爱情故事 就看这两人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吧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16部 王楚然 李鸿逸主演的《风影燃眉香》 发布杀青特级片花 将由优酷全网独播 这又是一部郭敬明导演的剧哦 质感方面绝对没问题 而这次的预告看着非常有江湖气息 王楚然这次的气质也非常不错 他将演绎一名一体双魂的女杀手 这个设定还是蛮新颖的 而李鸿逸在竹林中的失身打戏 尽显英勇身姿 仿佛让人置身于热血江湖中呀 《风影燃眉香》主要讲述了 王楚然饰演了具有双魂的古怪少女安久 成长为皇家的女特工 并一路闯关《遇见少年将军处定江》的故事 古怪少女遇见少年将军 双强对决 看他们两个人的打戏实在很精彩呢 发布全新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十七部 张静怡 周毅然主演的幻语 首发预告片花 不得不说 张静怡和周毅然这两张脸搁在一块 原以为是纯田的校园偶像剧呢 但看了预告后才发现 事情并不简单 该剧将青春校园 情感 以及悬疑等多种元素 巧妙融合 主要讲述了张静怡饰演的乔清宇 一家人在面对姐姐乔白宇的死因时 所经历的流言折磨 以及她如何在周毅然的帮助下 寻找到真相的过程 其实张静怡真的很适合演这种 倔强坚韧的角色 乔清宇就是从淤泥里盛开的不屈的话 是翱翔天空的自由的鸟 她从隐忍到爆发不同阶段的情绪表达 也都被狠狠拿捏了呢 好了小伙伴们 这十七部中 有一半的剧都挺值得期待的 小编最期待大凤打耕人 永夜星河流水迢迢 以及迪丽热巴的新剧 评论区写下你最期待的三部哦